大家好 我是舒衡老師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 9月30號到10月6號的生肖運勢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豬兔羊一顆心 安全意識不可及躁 在這個禮拜豬兔羊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不管是做事情或是在交通上面或日常生活上面 一定要有安全意識 所有的事情都要小心為上 尤其是你在下決定的時候千萬不能及躁 所謂適緩則緣 那麼屬兔的有紫微心進來 可以逢胸化疾 但屬羊的有血光進來 一定要小心使用剪刀這些東西 那麼屬豬的有胸心進來 那麼出門在外一定要小心交通安全 那麼狐馬狗三顆心計畫調整加倍努力 那麼在這個禮拜狐馬狗呢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計畫被顛覆了 或者是你前面想好的在這個禮拜 沒有如你的預期來運行的話 也不要覺得氣餒 因為這個禮拜就是這樣 我們要對自己或是對事情更有耐心 那麼加倍努力呢 是要在感情和人際關係 因為本來你覺得可能講一件事情就 講一句話就OK的事情 你可能要講到30句話 才能夠讓對方明白你的心意 所以要加倍努力去調整你的感情喔 屬虎的呢有三核心進來 屬馬的也是有三核心進來 相對是幸運一些的 那麼呢你想要求救的話 都可以有貴人來幫忙 但是屬狗的有見風心進來 因此要真的比較小心一些外來的災害喔 好再來我們看到 蛇雞牛四顆心貴人相助計算收支 在這個禮拜呢 蛇雞牛會覺得貴人來了 你這個心心念念 能夠幫忙你的人 不管是年紀大的或年紀小 或跟你同輩的人 哎呀這個貴人終於出現了 你的生活有一線曙光 但是呢在收支方面 或者在花費方面 請你千千萬萬不要呢 覺得心情好好我就要花錢 這個時候一定要計算你的收支 尤其是呢 月心足更是要算得很清楚喔 那麼屬牛的有天德心進來 屬蛇的有月德心進來 這都是很漂亮的貴人心 先恭喜你們 那麼屬雞的有太陽心進來 因此會覺得呢生活充滿動力 好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猴鼠龍五顆心 正財運望伴侶支持 哇猴鼠龍這個禮拜開心了喔 正財運呢可以說是很暢旺的部分 你可以剛好趁著這個時候 談下半年度加薪或升職的事情囉 再來呢你的另外一半對你的工作 或對你的決定都是非常的支持 記得要給另外一半一個溫暖的擁抱 好屬屬的呢有天喜心進來 所以感情順利啦 那屬龍的這時候有大號心進來 因此你要特別注意錢財的花費 千萬不能盲目的去請客啊去買單 再來屬猴的有財心進來 那麼就恭喜你正財運很好囉 那麼我們補充說明一下 財運最旺的是屬猴的人 工作運最強的是屬龍的人 而桃花最紅就是屬屬的人啦 恭喜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